来关心是前台北市政府秘书余文 他约马英九任台北市长特别飞案 遭到了判刑一年 那么去年六月入京服刑 到现在刑期已经满了一半 发布同意假释 今天上午九点将会出院 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谢凯轩来告诉我们 主播经过九个多月的牢狱呢 前台北市政府的秘书余文 他即将在今天上午呢 就要假释出狱了 余文呢 他是在这个总统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任内呢 因为呢 以不时发票来可笑特别飞案 遭到判刑一年定验入狱 而在经过呢 他的这个服刑的刑期呢 已经服满了一半呢 因此呢 高检署检察官呢 是这个为他提出假释申请 而这个法务部呢 也同意他的假释 并且呢 这个在将在今天呢 让这个余文呢 来假释出狱 而不过呢 这个余文呢 他今天假释 他今天假释出狱之后呢 按照规定哦 他必须呢 要在24小时之内呢 就要向台板桥地检署来报到 而稍后呢 他大约会在9点到10点左右呢 就会出狱 而他稍后呢 会有什么样的说明呢 我们也将随时为您掌握 镜头先交还给棚内主播